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很重要 刚入职场的表弟发来消息 问我 与人相处时 怎样才能拥有好的人际关系 为何自己总是在不经意间 却得罪了别人 想起不久前朋友说过的话 与人交往时 只考虑自己利益 不遵循规则的人 永远不会有真心朋友 我深以为然 一个人没有遵循交往规则 直接影响对方判断 他是否值得深交 而在人际交往中 有三条是大家没有说出来 但非常重要的规则 小鹤月底 拿到奖金 出于兴奋 发了好朋友圈 得到了很多的夸奖和鼓励 然而 其中有个朋友 却留言询问 奖金数额 还没有来得及 去推测他的用意 朋友便发来了消息 先是一阵寒暄 随后便说 手头紧 张嘴 向小鹤借钱 刚发完朋友圈 想说没钱也不行 但小鹤打算给父亲 换个智能手机 已经看好了型号 准备下单 无奈之下 只好对朋友说 这笔钱的用途 已经有了计划 请他再找别人 说完之后 还因为决绝了朋友 感到很愧疚 没想到 朋友接着说 做何用途 不是特别着急 就先寄给我吧 下个月就还你 小鹤尴尬到极点 不知如何回复 明明已经拒绝了 朋友还极力勉强 显然朋友是因为 没有被直接拒绝 以为还有争取机会 再次要求 小鹤把钱借给自己 相同的案例 还有 被推销东西时 回答 我先考虑一下吧 想邀请吃饭时 回答 我不确定有时间呢 被请求帮忙时 回答 我可能不太方便呢 人际交往中 不可能所有的请求 都会被答应 若直接拒绝别人 难免产生尴尬 为了不得罪人 很多人会选择婉拒 其实 下次再说 更多的是在表达拒绝 看情况 更多的是表达不可能 如果没有理解清楚 依然不知进退 勉强到底 即使最后得到了帮助 你们的关系 也大概 远见于此 所以请记住 在成人的社交规则中 没有坚定的提出 就是客套 没有爽快的答应 就是拒绝 公司女同事很多 个个 肤白貌美 身材高挑 唯独林林 是个矮冬瓜 刚来公司的时候 林林觉得很自卑 别人又瘦又高 自己又矮又胖 聊到身材 体重话题时 就会觉得很尴尬 后来为了融入大家 林林放下自尊 直面自己的缺点 偶尔 拿自己的身材 开玩笑 嘲笑自己是浓缩的精华 说自己是矮冬瓜 那段时间 林林觉得非常开心 为大家带去快乐 还坦诚面对了自己的缺点 直到有一天 菲菲开了一个玩笑 那天没吃早饭 中午叫了一大份外卖 菲菲看到后 大趣道 吃那么多啊 不怕矮冬瓜 变成矮土豆啊 再矮就真的 要到地下去了 哼 听完这话 林林的脸瞬间就黑了 有些伤疤只能自己接 为掩饰疼痛 他们选择面带微笑 如果你被假象蒙蔽了双眼 以为自己也能够随便取消别人的缺点 这不是幽默 而是一种侮辱 穷人经常自嘲屌丝 但别人这么叫事 他一定不快乐 老人常言大显僵致 但并不太喜欢被这么形容 能直面自己的缺点 并且拿来自嘲 是战胜自我的一种表现 很多自黑式的称呼和玩笑 自己说的是一种谦虚 别人拿来说 就是一种藐视 记得小时候 青黄不结实 会向邻居借面粉 一袋一百斤 等小麦打下来新的 再及时还上 并且每次都会多换十斤 奶奶总说 一百斤是礼 十斤是琴 后来才明白 多的十斤 是为了答谢的馈赠 有时候会疑惑 借多少就还多少就行了 不多还邻居也不会说什么呀 但是奶奶不这么认为 她说 你借我印记 我送你谢礼 借少还多是规矩 这是离生往来 长大后 一直记得这段话 请人帮忙 无论大小 都会急于答谢 请教同学一个问题 会和他们分享自己的零食 同时帮忙加了一个班 会请他吃一顿饭 其实是网上请教问题 也会在索得地址之后 给对方寄一份家乡特产 礼记取礼上有云 礼上往来 往而不来 非礼也 来而不往 亦非礼也 没有人的付出是无常的 帮了你的忙 一定花费了别人的时间和精力 想要维持好人际关系 对于帮助 必须予以答谢 如礼记中所说 有来有往才是礼 如果只是单向地 接受了帮助 有来而无往 也就失去了礼 失礼的人 即便占了再大的便宜 也都会得不成失 至少会因为 没有遵守 礼上往来的规则 而付出代价 成功的人际关系 在于 看一件事情 做到兼顾 你和对方的不同角度 人也好的人 都遵循了这个规则 考虑对方的需求与难处 尊重对方 不为难对方 不忽视对方 而那些不考虑对方想法 认为社交就是 欠美和阿谀奉承的人 永远无法获得好人缘 遵守人际交往的规则 用真诚的态度 与人交往 你会拥有更多的朋友 更和谐的人脉关系 是啊 只要你会处理了人际关系 你一定会朋友越来越多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 善尼电台的温暖电台节目 善良的善 尼姑的你 善良的尼姑 就是我了 你接触了吗 也就是搜索我的名字 就可以找到我了 好了 各位小耳朵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晚安 想梦见你 听见冬天的离开 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 我想我等我期待 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明天 傍晚 车窗外 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 向左 向右 向前看 爱要怪几个晚才来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我排着队 傍晚 傍晚 车窗外 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 向左 向右 向前看 爱要怪几个晚才来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我排着队 拿着爱的号码 我往前飞 飞过一片时间海 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 我望着陆梦的入口 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我的谜底 你会解开 我遇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我遇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我遇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